张若云 李庚熙 胡军主演的电视剧《雪中汗刀行》已经更新到了26集 而在新的剧情中 徐凤年经过芦苇荡之战前往了江南道 见到了自己的姐姐徐之虎 并且在江南道更适合杀了琉璃亭 为了引起江南世子的不满 让皇帝放心 徐凤年接下来还要继续杀人 但江南也是有强者的 当初芦苇荡之战 徐凤年就差点被王明寅杀死 更何况还有赫赫姑娘和赵凯虎视眈眈 韩雕寺还不知道会给赵凯什么手段 徐霄怎么如此放心徐凤年游走江湖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 因为徐凤年的靠山太多了 而且每一尊都非常的强大 这就是徐霄放心让徐凤年去游历江湖的原因 我们来说一下徐凤年在江湖中的靠山 首先第一个靠山自然是剑神李纯刚了 虽然说现在的李纯刚已经不复当年 境界跌落到了纸玄 但是他对剑道的领悟还在 就算是大天象境界 他也不是没有对抗的机会 一剑仙人柜 剑气滚龙壁 两袖青蛇 都是李纯刚的底牌 而且李纯刚也算得上是徐凤年的师父了 传授了徐凤年一剑仙人柜和两袖青蛇 后面应该连剑开天门都会告诉徐凤年 李纯刚和徐霄之间还有某一些交易 他答应过徐霄汇保徐凤年不死 所以徐凤年会死的可能性不高 以前还说只有徐凤年生死危机的时候 他才会出手 但随着和徐凤年相处 正常情况他也有出手 后面李纯刚在大雪平重回陆地神仙 实力更是达到了巅峰 转个武林除了王先知 没多少人能威胁到徐凤年 第二个靠山就是邓太阿了 没错 桃花剑神邓太阿是徐凤年的靠山 邓太阿是吴家建筑的私生子 自小被丢弃在剑山上 差点死 只有徐凤年的母亲吴素带他如亲弟弟一般 正是吴素的帮助他才能活下来成为桃花剑神 而他成为剑神之后 吴素已经死了 徐凤年成了他需要报恩的对象 邓太阿修炼的剑法杀器极重 他所修炼的不是吴家的弱势剑或者初势剑 修炼的乃是杀人剑 为了报吴素一犯之恩 他在武帝城一剑杀六奴 为了报答吴素救命之恩 传徐凤年护身本命十二非剑 以报徐凤年不受劲敌之危 为了报寿业之恩 他在武帝城斩杀赵宣素 一半是救北梁世子 一半是对京城白衣案的报复 梁莽之战 他一人守天门 战杀天上来客八十一人 试问天上仙人谁敢来此人间 第三个靠山其实是徐凤年暗中给徐凤年找来的 他就是曹长青 徐凤年第二次游历江湖 为何徐凤年要派江泥一起去 不是因为让他做丫鬟照顾徐凤年 而是利用他引出曹长青 徐孝甚至算到了曹长青会因此欠下徐凤年人情 援助中 曹长青甚至答应帮徐凤年杀陈之暴 不过徐凤年没有提这个要求 可就算如此 后来曹长青还是两次出手救了徐凤年 第四个靠山目前还没有出现过 他就是徐凤年的外公 刀甲齐恋华 无素的父亲 热威实力之强大 也是妥妥的陆地神仙级别 目前虽然没有出现 可是后期还是会出场的 徐小四后他重出江湖 直接杀入京城 打败号称黎阳用刀第一的顾剑堂 逼死袁本夕 干掉半个青天剑 实力之强可见一斑 第五个靠山则是旅足转世红细相了 这位算是徐凤年的半个姐夫 目前虽然在武当做掌门 没办法离开武当 可是日后他悟道之后 可以说是天下第一 武道天道亦坚扛 一步天象 一步陆地神仙 齐鹤下江南后 直接斩断皇室气运 令赵皇朝归缩于山中 只是最后他为了徐之虎兵解 否则的话 徐凤年还真的 不太可能成为天下第一 除了这几个 徐凤年当然还有许多的靠山 在他还没有彻底成长起来之前 都直接或间接地为他护道 当然除了这几个 最大的靠山还属 徐潇结合北梁三十万铁骑 不过他们都不属于江湖中人 暂时不列入其中 暂时不属于江湖中人 暂时不属于江湖中人 暂时不属于江湖中人